近期不少屋巴突然人間蒸發 到底他們去了哪裡呢? 其實有很多屋巴去了拍電影 2017年將會有好幾位屋巴 由小螢幕跑到大螢幕和大家見面 相對於電視劇,電影的規模更加大 在短短一兩個小時入面要表現的東西非常之多 對於屋巴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真是很令人期待他們的表現 第一套就是由金與彬 姜動元、李炳獻主演的Master 電影圍繞一件韓國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的詐騙案件 講述智能犯罪搜查隊 和高智商詐騙集團之間一場偵察 和反偵察的智勇博弈 警匪片、鬥志鬥力再加上盈南屋巴 會不會失血過多而死呢? 第二套就是由盈南元彬和韻儀主演的工作 工作是說為了追查躲在南韓的脫北犯罪組織 北韓和南韓刑警秘密合作 進行工作搜查的故事 我絕對不會告訴你 今次的Couple不是看元彬和韻儀 而是看劉海鎮和元彬這對呀 第三套就是由動作片的發生 池昌旭所主演的被操縱的都市 故事是講由奧巴飾演的打機扎男 被人誣衊為殺人法 之後奧巴絕地反擊的戲碼 打機扎男再加上盈南特務的反差盟 叫人如何抵擋呢? 請看 請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